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波音机一样 讲述出理财的契机 我是琳达 观众朋友们记得把我们节目 在脸书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因为你也支持是我们努力的动力 好的我们知道 近期货贵三雄的股价 是稍微比较疲弱的 但是孕家指数创高 那么获利也节节攀升 那为什么航运还是持续的跌呢 那我们看到现在航运 筹码还是有点凌乱 那时间已经来到8月份了 航运还可以买吗 那么另外我们知道航运走跌 但是电子类股却是百花齐放 那么电子类股又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呢 好的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 翁世俊汪老师 老师好 琳达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我首先请问你 航运跌那么多 那要买吗 那电子起涨又要接吗 那如果要接 要接哪一类的电子股呢 好那航运其实这波真的下跌 蛮惨烈的 就是大概这波 不管是长路洋面望海 大概跌幅都 一个月大概跌了四五成 那我觉得都可以慢慢的接 只是它整理时间会拉长 那怎么操作策略 我们等一下会慢慢交 然后电子的话 当然很多族群都已经大涨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一个封测 因为我觉得它这波其实 之前的没什么涨 蛮有机会做补涨的 是的 好那么航运跌生要怎么买 电子起涨又要怎么接呢 我们请老师带我们来了解 老师啊你看7月航运已经大崩盘 回跌近三成 那你说还可以买吗 可以啊 因为其实先前来看 每个月几乎航运都涨 怎么买怎么赚 怎么买怎么赚 可是你会发现到7月的时候 运输指数 我们讲运输指数 光一整个月就跌了差不多三成 三成啊 那运输指数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货柜三雄 然后还有含其他的航空啊 一些散装航运 那散装航运也是被货柜航运带衰跌下来 不然其实这一波BDI是涨的 只是它的跌幅没有像货柜航运这么夸张 那其实以前嘛一堆利多 那你不敢买 那现在其实市场上充斥了利空 然后跌下来的时候大家又不敢走 所以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分批买金的动作 那等一下怎么买我们会交 再来电子股其实在整个7月份 就开始百花齐放 这些中小型股全部都涨上来 包含了NCU嘛 二极体 NCU像新唐啊盛群啊都大涨 二极体也大涨 包含了台办啊 墙帽啊 都非常的强 蓬城 在驱动IC啊 天狱啊 敦泰 细创 林勇 这是之前有涨一波 然后最近又开始涨 所以说电子股是百花齐放 你找不到那种准备要起涨的 好像最近涨LED 那我觉得IC封测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因为前一波几乎没什么涨 我们以指标股日月光来看 就是刚创高 所以说下面的二线的都有机会跟着做补涨 好老师那再看 就像你说的 这个货运的运价指数呢 创高再创高 那为什么航运还是自己跌呢 那筹码的问题 筹码的问题 筹码的问题 我们刚讲到说七月份 真的 你随便买 随便套 真的 你只要有拉回买就套 有拉回买就套 那不只投资人套 连上市柜公司企业 有人进去买 有些公司进去买 也套 一起跟着套 所以说可能要一点时间去化解 那其实货柜航运 他们的获利 主要来自于运价上涨 那其实基本面也没有变 基本面真的没有变 只有隔一个月而已 非常好 基本面还是非常好 我们先把这个当放大来看 其实第三季 它是一个海运的旺季 那目前市场上 它还是缺贵嘛 那筛港还没有缓解 完全没有 目前来看没有 以前的准班率在七八成 目前是降到四成左右 没有变 而且等待的卸货时间很长 所以筛港率 目前还是差不多31%左右 还是非常的高 跟以前的高峰其实差不多 那我们把它说回来看 上礼拜五公告的SCFI运价指数 是来到了4196 大家都在猜 就是说可能这个SCFI可能会下跌 不然上礼拜五 长龙阳明万海不会从平盘 然后打到跌停板 最后打到跌停板 结果是刚好是最近的低点 大家都在猜说 可能上周五的SCFI是会大跌的 结果没有 还创新高 那不只这个综合指数创高 欧洲美东美西线都还是创高 你看这个线图 这个就是上海出口集中箱运价指数 综合指数 它还是一个往上的趋势 是 那你看下一页 这个是全球波罗的海的运价指数 就是FBX 它主要是包含了亚洲 欧洲 北美 南美 这些主要的12条航线 然后这些40尺柜的现货运价 然后目前我看一下 它昨天是收10535 你看这个还是创高 对 还是创高 它就是慢慢的涨慢慢的涨 天天都在慢慢的涨 慢慢的创高 所以运价指数没有跌 那如果说货柜航运 它们的获利要大幅往下 就是运价跌 目前没有 所以我们合理预期说 长龙阳明万海 应该公布营收 还是会从历史新高 那老师他什么时候公布营收 应该是在这几天 这几天要公布了 这就是会陆续公布 可能会8号 9号 10号 这几天会陆续公布 我们看商业 所以假如说 运价来看 没有下跌趋势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那大行商包含了货柜三大联盟 他们对这些运价 是有控制能力的 他们大概市占率占了80% 这么高 对 所以说他们有垄断 就是控制运价能力 你说运价短期时间会下降 我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说大幅的拉回 我觉得不太可能 那目前来看 2022年 那还是货柜的需求 还是大于供给 运价越维持高档 除非啦 到了2023年 也就是说 后年才有可能 这个供需 会稍微达到平衡 目前来看 都还是供需失衡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 再看下一页 好 那其实什么时候开始跌 就是在7月份 7月份那时候 大跌 有国内的投顾 把他的目标价 调到一个很夸张的位置 市场很高还很低 非常非常高 就是宏远 宏远投顾 他把长龙跟阳明 调得非常高 万海也调得非常高 那时候反而是要 你要先破例下车 你说事后来看 那既然下车了 现在大家都很悲观 市场上都充斥了说 反正一定涨不动 这么多人套牢 好那我认为就是要时间 再来之前的话 有一个法缩 就是阳明、长龙、旺海 法缩跟股东会 反而变法会 对 就是第一波下跌之后 反弹之后 他们这三家公司 都分别召开了 股东会跟法缩会 结果又建议是高点 就是说有心人士 因为他们释出来的 都是利多 像阳明说 运家还是维持高档 而且下半年是成长 因为大家担心 第四季会衰退 没有 好那长龙的话 他说第三季 比第二季更旺 结果第四季是淡季不淡 因为现在第三季是旺季 那万海也看好 因为万海是说 亚洲目前塞港严重 第三季有成 都是看好 那有心人士就利用 这个利多 把股价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大家悲观的时候 7月初 利多要出场 8月时候利空 我觉得要逢低满 对 那怎么买 我觉得你不能说 一直抱着 然后等反弹 因为没 可能没这么快 要等蛮久的 对 因为不管是投资人 罚人也被套 所以筹码他是稍微有点凌乱 那整理时间会拉很长 我们直接 我们以长龙这场举例好了 是 好 那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比较表 你说前5月已经公告EPS 长龙是12块 阳明13.3 望海是11.823 所以说 亮眼对不对 非常非常亮眼 因为一般电子股 你要获利这么多也很难 所以说三大法 那为什么会跌下来 因为整个7月份 这是我们统计 整个7月份 三大法的卖了长龙22万张 阳明18.3万张 所以筹码流到了 投资人手中 得到我们所谓的散户 千张大户的持股比率 他是说一个月减幅 我们就一个月 就整个7月到8月 8月1号统计就是千张大户持股比率 也是下降的 那反而万海 他只有降了1.1% 所以万海的筹码 他是比较干净 他可能比较没有多 那么多投资人在里面缴获 所以他的跌幅反而相对小 那本益比来看 本益比就相对低 尤其都是长龙 阳明大概都四倍多 是怎么这么低啊 对所以说目前的话 是具有投资价值 对 但是就是查在筹码问题 好那怎么做 我们直接看下一页 是 好那以长龙为例 好那目前还有三个关卡 我画了三条线 那如果你喜欢看均线的话 那就是说反弹到月线附近 上面有一条月线 紫色那条 你可能可以稍作剪码 就是说下面抢的 正常还是说三天不破底 大概就指纹了 他已经三天没有在破底了 因为之前长龙是天天都破底 就是破了前一天的低点 或是破了前两三天的低点 叫做破底 目前已经看到说 破底那天是16.5 如果跌到16.5 他的本益比已经不到四倍 所以非常低 一定有人会进去抢 只是抢的这些人 他们就做价差 因为太多的当冲 太多的隔日冲 导致于这股价 就是好像上不去 他就卡在季线附近 那如果我们有学 葛兰币八大法则 股价往上冲 第一次回撤上升的季线 他其实是买点 所以他那天假跌破 在两天之后就反弹起来 所以说跌到季线附近 他是买点 你不要杀低 那目前他已经守到十字线了 好几个关卡给各位做参考 上礼拜有一个高点 叫150.5 那目前是在足底 目前是在足底 那假如他能突破150.5 他就有机会确定指稳 确定指稳 那如果说要再涨的话 我们不能决定说 他能不能继续往上勾 那下一道压力就是189 189 假如说他能站稳150.5 他下一道压力就是189 那我个人是建议 假如说你之前有做航运股 有赚到钱的 有赚到钱的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价差 是区间操作吗 对 你就说应该是说用一个租王理论 你可能就涨上去 有赚 你有赚个可能十几块 八九% 你就获利出场 然后等到拉回的时候 又拉回差不多8到10% 你再把它接回 然后做价差 对 有时候你有两张 你一张你可以续报 你之前有赚到钱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套在 一百 一百八一百九那边 高点 对高点 一百八一百九 我甚至听到两百块的也有 比较少 因为他在两百块以上的交易是并不多 所以我建议你要做价差 你不要说摆着都不动 摆着不动你要等很久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很多人套牢 不管是投资人 甚至还有企业 上市会公司 像我有看到说富旺 他们也是以为阳明会指纹 跌破限增价 结果都套 所以很多人套在这边 你只能等待时间 那你说未来有没有机会创高 搞不好有 但是这个时间会拖比较长 老师起码要一两个月 可能还不止 不止 对 你说你要挑战前高 会不会挑战前高我不知道 只是说他整理时间会非常的长 因为你发现他最近 他的成交比重也慢慢下滑 这样也是好事啊 代表说我比较少的机会多当冲 所以说我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部分做价差 你手中没有的当然最好嘛 你也可以慢慢的减 就是做价差 就是可能赚个七八趴你就出 然后有拉回再接 因为他会走一个这样震荡震荡 他不可能说直接往上很难 所以航运股策略目前是这样 是的 好老师那航运是这样做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电子类股也是百花齐放 那你有提到封测嘛 尤其是371的日月光龙头 近期开法说会呢表现也很好 那老师封测真的是要越来越强了嘛 对啊 因为其实半导体今年是非常强劲 那下游部分封测部分 他也是接单相当的满载 那接单满载 他就反映在他的营收 反映在他的获利 我们看不管是目前来看 台湾在IC封装跟测试部分 他是维持一个成长趋势 而且他是全球之冠 我们的IC封装跟测试 全球之冠 光台湾在全球前十大封测排行榜 有日月光啊 细品啊 历程 晶圆电 齐邦 南茂 而且这些厂商 很多他们都大举的 也扩产 对 那都是调高他们的资本支出 对 因为订单太满了 好那 涨价幅度比较大了 我们看到上半年 就是说涨价幅度比较大 第一个就是MCU封装 再来驱动IC封装 再来是记忆体的封装 这些涨幅比较大 那为什么会涨幅大 第一个就是宅经济 再来就是目前的车用市况 是相当的热络 那操作我们就看指标 指标股就是371的日月光头控 那在2016年的时候 日月光跟细品他们是做一个合并 所以变成一个控股公司 以前的话日月光是2311 代表是231 然后细品是2325 不过合并之后他们现在变成日月光头控 他在法说 上周法说释出一个相当乐观的讯息 说这个订单可能说第四季很满 到明年第一季都还是非常的供需吃紧 可能到2023年才有机会达到供需平衡 所以他的股价是创高 那除了日月光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一些其他的公司 我们看下一页 好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好了 好放大来看 好这制裁比较小 好那指标股当然是日月光头控嘛 我们看一下这几家公司 法人都买蛮多的 最近10天我统计最近10天三大法人卖超 都买很多 6月营收年增率也都高 你看这几档 这几档都是封册的 台湾的封册厂商 好那我们先看日月光 日月光第三季的营收是会计真 他计真21到25% 公司败育股会创历史新高 而且到明年第一季会有足利成长 高盛把它调高目标叫到189 这么高 是目前看最好的 好外资 好再来就是新权 新权是IC测市场 在晶圆测试部分 台湾前三大 因为他主要有去深耕MCU市场 是 那新权的好处就是说 在不管是投信 你去统计近10日啊 近20日买超 几乎都是第一名 对 然后再来是华泰 华泰的话他在 主要是主攻Netflix的封册为主 他的大客户有像 金斯顿啊群联啊 那他公司他也说下半年会优于上半年 好那股价最近也是相当的强 今天是录影时间是礼拜三 对礼拜三 也是创新高 是 好再来是2441的超风 超风他估今年赚8块 那去年的话是赚4块6 所以会大幅成长 他是立成的子公司 好最后一档是8150的南茂 南茂的话是国内第二大的 LCD驱动IC封测厂 第一大是齐邦 我们看一下这些的股价 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好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日光投控 冲新高 哇你看连续四根红 对我记得那时候在过年的时候 过完年第一天他是跳空涨停 跳空涨停 然后整理了很久很久 都不涨 对可能以为说已经展开一个波段行情 下游的半导体下游的IC封重 要开始大涨 完全没有 开始震荡震荡震荡 震荡到今天才又创新高 这几天啊 在他法说会完之后 是 那这个几乎是刚起涨而已 刚起涨而已 所以说股价都应该还有空间 那这种大型股 你就要去关注法人的买卖超 就是外资的买超 才容易把这档股票推上去 你喜欢保守一点的 那你就可以挑热光头控来操作 那就是拉回到五日线可以做个布局 我们看下一档 下一档是3264的新拳 股价温温的涨 好那 先前在 我记得我们在上礼拜三 好像录一个投信的 对 那天刚好 跟着投信买 新拳打到了月线 事后来看隔一个礼拜路就是完美的买点 那时候达到了好像53块那边 就一个礼拜来看他已经又创新高了 已经来到6364附近 好那因为他在上涨的时候 比较没有什么量 所以可能是走一个温温的涨 好处就是说投信持股非常多 应该不是说持股 投信在这一个月很积极的去买 所以持股比例目前 投信持股比例大概才5.8%而已 还不是太高 所以还有机会再继续买 所以说第三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他的股价就比较温和 你可能要等他拉回的时候再去做布局 好我们再看下一张 哇那华泰这档就是用噴出了 好他是最近用噴出 因为他股价冲出去之后呢 前高他突破了 所以几乎是往上冲了 那我说你空手就先不要急着追 先不要进去 先不要急着追 你等他拉回再做布局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超风 超风的时候比较可惜啊 他这档比较可惜 他创新高留一个黑K嘛 对就往下 然后再前几个交易日 你说往下也还好 他就是做一个整理 整理 就是在这个跳空缺口 稍微回撤 做一个整理 好那这档的话 可能要拉回到 10次线的布局 因为他在涨的时候 这几天他其实没什么量 对 然后看最后一档 是 南茂 好8150的南茂 在礼拜二的时候相当强 一个红K往上拉 这股价股性也是相当的牛 嗯哼 就是他的 并不会说是一次往上有噴出 所以说你可能就是要 你的部分承接 然后有冲出去的时候 你要部分做调节 来回坐驾查会比较好 哦 那那老师其实现在这封册 我们讲了这么多档 其实觉得最看好的是不是日月光 最看好的日月光 对 如果说你比较保守的话 你就做日月光 好 那再不然的话 你就操作心犬 因为有投信的保护 对 然后如果你想要比较活泼的 你就操作2329的滑态 好各有各的好 好谢谢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今天呢 这个我们的老师呢 跟我们聊的这个主题 是这个航运子叠 应该怎么买 那么电子类股又百花齐放 那又要怎么买呢 那刚老师都讲的很清楚 尤其是航运类股呢 就像老师说的 其实现在可以慢慢的低阶 对不对 很好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 类似这个区间操作 那如果说是这个电子类股呢 像老师刚就推荐了 像是这个封测封测类股 尤其是371的日月光 那如果呢 你还有更多的问题 记得呢 可以扫一下我们老师的QR Code 加入LIOT 好老师的QR Code呢 是小老鼠WENG888 最后呢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 欢迎在脸书 还有YouTube上 按赞分享以及订阅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